今年2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7.9% 高于华尔街预期的7.8% 再创下40年来新高记录 尽管中共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逐步减少 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能源价格飙升 成为美国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的新主因 数据显示2月份美国汽油价格同比增长38% 相比1月份上涨了6.6% 食品价格同比增长8.6% 同样创下1981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由于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2%的目标 预计美国联准会从下周开始加息 以抑制物价飙升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